警察竟然把嫌犯搞丢怎么回事 在新北市的海山派出所 两个警察先前开警车护送 许姓少年到少年法庭 都已经到了法院门口了 没想到就警车门才一开 少年竟然把腿就跑 非常轻松的甩掉远警 而两名警察也被寄过处分 再给记者陈曼伟 现在主播各位观众 其实这起案件最主要就是因为警车 开到这个少年法庭大门口的时候 远警先下车然后打开车门 叫少年赶快下来 但是少年因为没有上手铐 而且看到车子外面只有一个警察 所以一下车就拔腿狂奔 而且是往小巷子里面钻 所以远警完全是措手不及 让少年就这样脱逃了 我们来听听稍早的访问 当天晚上九点的时候 我们解送到地方法院少年法庭的时候 其实我们远警是热心帮忙 帮助他 这个少年犯是应少年犯的要求 要跟他家属联络 那我们当然也基于帮忙的心态 主动协助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 这个少年万趁夕脱逃 那么幸好在警察找到人之后 有立刻通报这个勤务中心要求支援 所以分局还出动了大批警力 地毯式的搜索 就是为了要找这名少年 幸好最后是在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有在巷弄里面找到这名许姓少年 然后再把他护送到少年法庭 那这两名粗心的警察 也因为这个案件 因此而被寄过 而且还被以输送人犯 喊送罚办 那么警方也是大为震怒 以上就是现场 最新情形 我们将镜头还给彭内 好我们谢谢漫威来自现场的连线报道